那Podcast Part 3跟Part 4的一個根本差別在於說 Part 3是對話,而Part 4是什麼? 一段的獨白 那多半Podcast Part 4都是我最後教的 等一下我再會給你解釋為什麼Part 4最後教 那Podcast Part 3在以前2008年之前的多一車业的時候的話 是一男一女,兩個人對白 ABA,第四句是Question,你懂是嗎? ABA,換言之等於說對白會交換兩次 然後每一段對話 被問一個題目 那等到2008年結束的3月以後的多一測驗的話 那一次的多一測驗 2008年的新制多一,現在所新制多一以後的話 第三大題,即是大題,變成三題一題的題組了 那三題一題的題組的話 等於說一段對話變成ABAB 對話交換三次,每次每個人講話不只一句 長度大概從20來秒變成最多可能到三次幾個小時的一段對話 聽得懂是嗎? 然後考三題,但是最讓各位不能適應的地方是這三題順序 會跳換你懂是嗎? 通常不見得會跟 等於說,謝所出現的順序跟答案的順序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時我在檢查多一測驗的時候的話 只能聽到下面的人在罵牛,你知道嗎?我為什麼會罵牛? 寫到一半的時候的話,發現第二題的答案在第一題的答案前面 因為他已經錯過了 換言之,傳統考全民解守住代步這一招 不適用於多一測驗 但是我實在句話是有前提的 其實你是英文系的同學,你試圖把三題都答對 根據統計數字,以前我去辦多一測驗的模擬考的時候 如果這三題能夠平均答對一題的話 大概你可以考的分數大概400到450分左右 對於學校基本的科系的畢業門檻也夠了 你懂是嗎? 那對於如果說是 甚至是你只是在偏畢業門檻300分的那種同學的話 坦白講,第三第四大題可以放寬一點,你無所謂 所以這也是事實,你知道嗎? 但是我想說各位既然做到這個地方來 我相信你自己應該心中是有所追求的 我心中是這樣認定 那無論如何,第三第四大題的時候的話 大概如果說是英文系的同學的時候的話 你一直要寫三題的時候 你就不能用傳統守住大陸的方法 你會老是覺得你錯手不及 因此會有幾項重要的訊息是各位必須要掌握的 好,那而第四大題是一段獨白 第四大題是一段獨白 獨白什麼叫獨白,像我現在就在獨白的 我對一堆的講話 好,那我們看一下說這裡面講什麼東西呢? What about talk part-ball? What about就是一段不讓你看本門的短篇閱讀測驗 你聽到什麼? 為什麼會講閱讀測驗? 因為多一測驗,因為多一測驗 歷史大節原文 對很多我們學生的閱讀能力而言的話 紀錄都是什麼? 幾乎都是閱讀測驗的等級,你知道嗎? 因為一大堆單字不會 昨天我又遇到一個學生 多一測驗最近十月分的時候考四百七 然後他的聽力考三百多 然後閱讀是考一百多分 那哪學生閱讀分數普遍偏低 原因有二 第一個if是我們的取捨 因為我們大義上的英文叫做英文聽力訓練 大二下叫做英文口語溝通 對不對 然後大二的時候叫做專業英語溝通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的課本幾乎對上對話課本 所以你們從大義到現在什麼東西被miss掉的? 閱讀與單字共不用提寫作 你懂得這樣對不對?OK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你大語實在根本沒有機會把無法從頭到尾帶一遍 根本沒有機會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是不是一直很想把無法從頭到尾發學好 根本沒這個機會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下學期的多一班 我很想要乾脆把它變成多一文法與母版 把無法亂的變算了 你懂什麼? 我有這種想法 You read from your brain, not by your text 所以第四大體跟第七大體最大差別在於說 第七大體畢竟是文字 你還可以回頭看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第四大體聽力只放幾次 聽力語氣息不不凡 所以你本身比較習慣一次到聽文 這非常違背我們的科技大學的學習方式 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發現你們老師老師在等你 聽不懂我再來一次 聽不懂我再來一次 聽不懂再來一次 可是你一個反應最快的原因 攻擊率是一次到聽文 我知道這很嚴格我知道 那接下來 換言之 多一班的第七大體的單配閱讀 應該要比第四大體的聽力造教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如果學生無法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輕鬆應付短配閱讀 基本上你不用想聽力的事情 所以我向來第七大體不會比 第四大體著教 向來是如此 這是我的習慣 OK嗎? 然後呢 形式裡面十段三十到七十兩個讀白 每段配三個題目 所以日本人 那我們的作者叫松野手風 他說你要找多一千的第四大體 你需要一分鐘的記憶能力 一分鐘 你懂的是嗎? 一分鐘是多久 你說 他比如說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GG6對不對? 好 對啊 你懂什麼? 真的機率有記憶只有七秒鐘 你可能連他七秒都沒有 你懂的是嗎? 你懂的是嗎? 所以 等於說你要有一分鐘左右的記憶 那 通常是傾向於三十秒 就傾向於七十秒 我有看過多一陣 某必修改的題目 我有去看過他的聲音檔 絕大部分傾向於三十幾秒鐘結束 很少超過四十五秒以上的 這是好消息對不對 不會太長 然後呢 內容 上一訊息 新聞報導 天氣預報 旅遊公告會 預錄訊息 所以你有沒有得到一種感覺 第四大題要答得好 通常彼此要得幾乎夠的是什麼 結果呢 問題裡面問什麼 阻止對相位置影響原因 事後組織推測改變通知服務數字 你覺得能夠觀察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個好員工 是 你老闆說 剛剛你正人講什麼 你能不能講出李正人講的話裡面的 阻止是誰 多一測驗 第四大題 對象呢 學生位置呢 W動 506教室 影響呢 學生有點聽得懂的 幹嘛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學生聽不懂 對不對 然後事後組織 學生李老師又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推測李老師下禮拜應該會怎樣 然後呢 接下來學生身上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我通知了誰 我做了什麼服務 以及相關的數量 你覺得這是不是很重要的訊息 不要連話都不會聽 我認為多一測第四大題是非常實用的訓練 所以 本質 多一測的本質是Speed Test 你不覺得多一測一直在幹嘛 趕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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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剛剛考試的時候有這種感覺 有嗎 好 東海不微波的Question 為什麼不需要問C 等C第三個題目呢 很簡單 因為多一測第三第四大題的 題目被印在什麼上面 被印在什麼上面 被印在題本上 聽懂什麼 多一測第三第四大題的 題目被印在題本上 然後 很該死的是 題目的順序與描述順序通常不一致 然後呢 有些所有廣告句子裡面的話 就有兩題的答案 而且順序對調 這一點很騎車 題目的文字與本文相同幾乎都是錯誤選項 然後的話 答案非常喜歡用同一字 我之前的學生 我都會問他們這個問題 全天下最好的 增加自己英文同一字的方法 好比說 他如果聽力會講taxi 他答案幾乎都是cap 他聽力如果是start 答案都是begin 然後如果題目如果是start start spop 選項上幾乎都是cease cease 那個好萊塢店都是cease 你知道嗎 停火啊對不對 所以換一次他不停地在測試你的同一字能力 那全世界最好的測試你同一字能力 增加你同一字能力的方法是什麼 你當然也可以告訴我說對呀 越多越讀嘛 這我當然也知道對不對 但是科學一點的方法是什麼 有沒有事你可以告訴我的 以前 在我班學生我應該一定都告訴他 我這件事情 查字典 查什麼字典 答案是 因因因漢 雙解字典 聽懂是嗎 所以這是我從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講成習慣 我在我的英文文章上 不會出現任何的中文字 除非說是專有名詞 印花鉤文歸我用英文解釋英文 等什麼都沒解釋 這我懂 你懂是嗎 除了專有名詞以外 否則的話幾乎 所有的形容詞 尤其是形容詞 副詞 跟動詞 我幾乎都用英文解釋英文 只要去查單 查單字你知道嗎 我用learner's dictionary 學習整字典 裡面的解釋英文的字 幾乎都不超過三千個字 等於相當於我們台灣 國內高中生的程度 所以原則上 只要台語人高中生畢業 你只要你是個稱職的高中生 你就有能力可以使用 音音音和雙解字典 尤其是打文那一本 黃色的 Longman 這碼背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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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好的增加 你同一字的方法是什麼 多多使用音音音和雙解字典 但是這件事情 對11月2也已經來不及了 我只是告訴你說 你要重新開始做 你懂事嗎 但你也可以選擇做 對不對 細心會改變你的遭遇 懂事嗎 好 接下來呢 Time control 很多英文系學生 從500多分跨不到700多分 卡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不對 跟第七大體 第四第七大體 卡在這兩件事情上 第一個 第一個 一開始的解說 會有30秒鐘 對不對 然後會去念 會去念多少數多少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或是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speech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on 對不對 然後這句話的話 大概會講 個6秒鐘左右 然後接下來是一段 讀白 讀白的話大概會有30到70秒鐘左右 通常是30幾秒鐘 然後接下來混第一題 第一題能念的長度大概是 4到6秒鐘左右 其實通常爬路再短一點 因為句子不會太長 然後接下來 句子跟句子之間空格幾秒 8秒鐘 標準規格 這樣的教材 只要答案單單 題目跟題目的間隔 或是8秒鐘 那都是過得格的教材 懂事嗎 OK 然後接下來第二題 4到6秒 8秒鐘 第三題4到6秒 8秒鐘 接下來下一個題曲就開始了 會尋多少讀多少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那就是讀白 繼續繼續繼續 一直到十個題曲 被列完回子 你聽懂是嗎 好 因此得到 意味著 每個段落跟段落之間的可用時間 為 最小指 4加8加4加8加4 等於36秒鐘 最大指 是6加8加6加8加6 等於42秒鐘 等於說 因為一個題目常常在4加6秒鐘嘛 不過後來實際上去觀察 多一天的官方考評的時候 發現實際上時間 通常會再短一點點 短也不是壞事 因為短表示問句比較短 你懂什麼 也不見是壞事 好 那 因此它整個結構 一段的monologue到下一段的monologue 一段讀版到下一段讀版 就會隔著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叫做回答問題 第一個動作叫做預覽 下一個大整題目 英文系的學生都卡死了 沒把這件事情做好 時間點不對 太一點錯誤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通常我在他解釋30秒的提醒說明的時候 我都會說學生那時候應該趕快去看題目 你懂事嗎 因為你已經不需要聽他說明了 提醒你已經熟了 你知道嗎 那所以 因此你應該去看題目 然後依我的標準值 以你們重點輕人的話 至少的話 大概在那30秒之內 可以看兩個題組 意味著你要看六個句子 六個句子 但是雖然不包含選項 只要看題目就好了 六個句子 換言之每個句子 有幾秒鐘可以看 五秒鐘 三十四六每個小時 五秒鐘看我一個句子 意味著你有沒有時間 把每一個字都把它翻成中文 答案是沒有 一眼中瞄準看什麼關鍵字 這個是你一定已經在第二大題訓練過的 我說第二大題 搞清楚時代 搞清楚對象 搞清楚你跟疑問詞 跟具體型態嘛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因此呢 這兩個動作 那該分配多少時間來回答問題 以及該分配多少時間來review呢 我的個人建議是你回答 因為這裡面剛剛已經告訴你 有36到42秒鐘 然後因此呢 你最好預留16到20秒鐘時間 可以去看下一個大題的題目 如果你沒有看 你等於帶著空白腦袋去幹嘛 去進行下一個階段題目 你根本不曉得人家問什麼 那對你而言 所有的訊息都是要記起來 對你而言 會不會吃力 會 所以因此最省力的方法 先把題目看過記起來 OK 那第一 我們學校有另一位 演展出開課的那位夏琳琪老師 他的主張 他是認為學生是可以一邊看題目 一邊聽的 我是不主張的 因為我認為五門診很難多工 尤其是各位的英文程度 你不像看PVBS啦 主播講一件事情 背景圖講一件事情 隨著跑馬燈講一件事情 隨平話燈講一件事情 右下角的氣象 還在講今天的故事 你還在聽你媽講話 手大畫手機 膝蓋上面還有一本雜誌 你不會亂掉 為什麼 因為你的中文可以多工 你的英文可以多工嗎 答案是不行 我不推薦 如果你已經厲害到這種程度的話 你不會擔心多意了 你懂什麼齁 所以我不建議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建議你 花這段時間之內 把這個題目給看過 而且把關鍵字給記下來 才去進行下的聽理 意味著 你前面三個題目 只有多少時間可以回答 16到18到22秒鐘 的時間可以回答 那請問一下 你在壓力之下 你有沒有可能 拿起手錶這段時間 有沒有可能 那不科學啊 李老師你這樣講話 幹嘛去幹話嘛 對不對 我哪有時間去那個 很簡單一個想法 給你個Key 小弟我 我七年多才起床 可是我趕早八個課 我可能出門前 我想先洗個澡 或者是我趕快 騎就到學校來了 可是我又不想 一邊看手錶 你知道嗎 我一邊看手錶 增加我自己的緊張 而且又浪費時間 所以的話 通常我會幹嘛呢 我會一邊洗澡 我可能會一邊拿手機 在旁邊放著音樂 或者是一邊騎聲 一邊聽音樂 我聽音樂的目的是什麼 我聽音樂的目的是幹嘛 對 幫我計時 因為那些給我收到爆炸 所以我大概知道 唱到A1 唱到A2 唱到A3的時候 大概時間已經過多少了 我需不需要一直看時間 答案是不需要 絕對實用 你知道嗎 利用歌曲來幫你計時 而 考試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你不需要本題目 你需不需要本CD 念到哪一題再寫哪一題 答案是不需要 根本也不行 因為為什麼 那第三題 念完只有八秒鐘 馬上進行下一題 你哪有時間 八秒鐘看 以下的三個題目 不可能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有 松野手工說 叫你要八秒鐘之前看完 我這我不科學 換成是台灣學生的話 叫你八秒鐘看完三個句子 平均一個句子 只有兩秒鐘可以看 你要嗎 不科學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空調比較人心一點 與其這樣 我得到的結論是 conclusion answer the question before the speaker finish reading the second question 每個題組念到 第二個題組 每個題組的 第二個題目的時候 前面的 答題動作 該結束了 然後進行到 下一個動作是幹嘛 preview 下一個題組的題目 英文西的 聽聽組喔 我再講一次 怎樣 要在他念完 第二個題目之前 怎樣 念完第二個題目之前 要把題目寫完 然後 怎樣 開始進行preview 下一個題組 然後 多一測驗的經科慾律 the next one i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this one 下一題多問題 這一題重要 所以最容易犯錯 我在2007年的私訊 為什麼會 控制多分 就是因為我犯這個錯 就是 動作沒做完 堅持想做完 因此影響了 下一個動作 這叫做 受破心失誤 聽懂事嗎 所以 如果你在 他念 第二個題目的時候 你前面三題還沒寫完 你有兩個抉擇 第一個 堅持把三個題目寫完 第二個 放下題目 趕快去review下一個題組 請問一下哪個答案是對的 對 放下 往下一個題組去走 你聽懂什麼 不要讓你前面的耽擱 對不對 截酒魚的廣告 不要讓昨天的應酬 成為今天的負擔 沒錯 多一陣也是這樣的概念 你懂意思嗎 齁 所以 這個精神一定要有 多一陣是不是一種性格測驗 Absolutely 你懂事嗎 等於說 多一陣變得好 你會成為一個非常果斷的人 但是 多一陣 有沒有倒扣 沒有倒扣 不寫 白不寫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 趕快憑直覺 隨便寫個答案 就往下走了 你聽懂事嗎 不寫白不寫 你寫了還有幾分之一的幾率 四分之一句 千萬不要痛 你千萬不要想著說 等一下我再回過頭要寫就好了 你沒有時間 你用兩個原因 我否定到這個動作 第一個 你根本不會有時間 你閱讀車驗寫都寫不完 第二個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多一陣 它的基本上有寫L跟R L是什麼 R是什麼 左邊右邊嗎 L是Listening R是Reading 所以你在 應該做聽力車驗的時候 去寫閱讀車驗 是考成違規 你在該考 寫閱讀車驗的時候 你要去翻聽音車也是考成違規 不能這樣做喔 你聽懂什麼 你不要在預讀車驗的時候 回去翻聽音車 這是違規的喔 所以標準動作是幹嘛 趕快拆個它 往下走了 你懂事嗎 我再講一次 時間關鍵點在什麼時候 第二個題目怎樣 念完的時候 所以因此 你有第二個題目念完那8秒 加上第三個題目念完的那8秒 加上第三個題目的時間 你聽懂什麼 這段時間用來 Prelude 下一個題目的三個題目 英文系的同學 你的氣板分離離不遠了 把這件事的動作掌握好 這個動作需不需要練習 你都沒做過 你考試當天 絕對亂成一團 我以前教多一追的時候的話 問學生說 你們有沒有在考試前 把整回的題目做完過 對不對 結果考試的時候的話 大概考完後 我問過快要三十個學生 沒有一個告訴我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懂得是嗎 然後我也不覺得說 你有沒有回去練習 我所謂的第三第四大題 要先做做什麼 他都沒有回去練習過 我說你考試幾句也是剛好而已 對啊 我告訴你該怎麼做了 這個動作需要練習 你懂得是嗎 自學的東西多的是考題 好 因此呢 Show the keyword 看到這樣的句子 你要在16秒鐘之內回答他 你只能看關鍵字 第一個句子的關鍵字是什麼呢 問你時間嘛 對不對 然後阻止是什麼 broadcast嘛 對不對 或者是某個program被broadcast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呢 purpose是動點 問你問題 然後呢 money talk是主題 第三個是who 對不對 然後問什麼東西呢 investment的advice 你懂什麼 就是所謂的投資的建議 好 因此呢 read the questions only not the answer choices 你聽懂什麼 只讀 題目 不要去讀 選項 齁 你懂什麼 很多的教科書 都靠近你兩個都讀 我否定掉這個答案 不需要 你懂什麼 因為你等下答題的時候 你一樣會再看選項 你要在16秒鐘之內 看完三題 你確定你還要看選項嗎 免得啦 然後大概都不要去翻中文 你懂什麼 把這個東西掌握好 所以 接下來會有所有的signal word 這個這些關鍵字 通知適用於 運輸測驗跟提令測驗 拋放會給你 所以不要緊張 OK好這不用操 標轉折 有這些字 but however nevertheless on the other hand 標列舉 有這些字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signal word for second finally 表說明 有say show indicate point out suggest claim believe 以及表 英國關係有這些字 通常這些字代表轉折語氣 而轉折語氣 通常容易跟著答案 你懂什麼 跟著中央線索 閱讀測驗 這是個習慣 經驗測驗 對這個東西 要有點感度 看習慣就好 不要去硬背 懂什麼 好 所以 以下動作我們先沒有時間去做 先看一下 那多一線的六個練習步驟 答題 檢討 是我們上課在做的對不對 所有英國老師都會做這件事情 什麼叫宣讀 把原稿秀在你面前 跟著他看 聽懂什麼 跟著他聽 目的有三 第一 為了要幹嘛 讓你確認你沒有不會的單字 如果不會的單字 拿鉛筆圈起來 不要停下來 先猜他的意思 等到整段聽完以後 這樣會夠口罩 你懂什麼 看看你自己的設定是否正確 然後第二個目的 是為了讓你的眼睛 可以習慣他的速度 他的距離速度 這樣對你一起大體 同樣有幫助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東西 為了讓你大腦 習慣把聲音跟無字結合在一起 三個目的 這叫跟乳動作 聽懂什麼 我在講的是 無字在面前 然後怎樣 跟著他念 第四個動作叫 默聽 就是把刻板的東西 不要太原稿 跟著聽 聽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我的標準叫做 聽到一字不漏 所以光是這個動作 你要重複非常多次 苦練 練到你可以把整段 聽到一字不漏為止 你一定會進步 懂我意思嗎 聽到一字不漏為止 第五個動作叫聽寫 曲綠上 曲綠下 低標準是什麼 把關鍵字寫下來 高標準是把竹子寫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問我說 老師我三個月後 要嫁到你頭去了 我現在英文一定要進步 該怎麼辦 最暴力而且最有效的 也照明英文進步的方法 就是聽寫 寫助之港 絕對會進步 你會同時單字 聽力 願都會進步 信不信有你的事呢 這是最暴力而且有效 但是你一定不干的方法 你知道 很多學生一定不願意做 但這是非常暴力的方法 這是非常有效 最後是再找一段來做 重複上述動作 這叫學習聽力的六大步驟 所以因此當學生 目標是四百分到四百五的時候 以練習挑一個題目來看 專心作答 其他就是隨心作答 聽懂什麼 所以其他同學如果是考 畢業沒考慮組的人的話 三個題目 把一個題目抓好 你畢業沒考慮組的人 你畢業沒考慮組的人 如果說是商管學院的學生 想成為一名稱職的商管人的話 考個多一千 CMR B1 對不對 像全面寫中期的話 挑個兩題來看 專心作答 剩下一題就隨意作答 音樂器同學麻煩跟我一樣 你跟我一樣是音樂器本合的 三個題目都給他考慮 懂我意思嗎 你也沒到三個話 好 那我們暫時先這樣